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方面我们看到最近的热点是不断的 那么这个去库存手段到底能否奏效呢 相关的话题让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东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杨博光先生 Sanny早上好 Sanny早上 我们首先来看到美国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方面 4月PPI是超过预期了 那么鲍威尔又是表态又转英了 美国通胀是依然坚挺 与此同时看到原油价格 近一个月是持续的下跌 对此您会如何来看待 后续的原油表现 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个资产配置会带来哪一些的影响呢 好的 我们可以从美国4月的 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那么当然主要是原油能源所带动 以及对于整个投资者和账户 一些成本的安生 那我们可以从近期的能源的一些价格 那么下跌的状况 其实未来的这一部分的影响因素 应该会下滑 而最重要的就是组合的一些管理成本 它可能就会跟这个美国的一些指数 产生未来的联动性就会加高 如果从生产者物价指数来看的话 那么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如果再到了一个CPI的部分的预期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核心以及对于CPI的部分 其实它都是一个成长 那么都是一种低于预期的一种状况 那么也是近期的一个比较低的部分 显见的从服务业的一种 通胀的一种维度来看的话 其实它有点趋缓的状况 若是随着劳动力 对于市场降温 对于整个的一个数据走弱 我相信后续的一个影响力 其实它也是有可能会降低的 那从这样一种情形的话 其实市场上预估可能年内 有这种提早降息的准备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鲍威尔 它开始有点鹰派的一种情形 那么这种鹰派的说声的话 那么看起来美元应该要强势 可是美元却不强 所以说这可能是一个 主要的一个差别的因素 那我们可以从这整个的一个 油价来看的话 当然在过去的一个4月以来 不管是从WTI原油也好 或是不油也好 它的一个幅度下 下跌都是有的 那么当然从这样一种情形 那么主要是在地缘的 以及对于这种降低供应 等等的一些情况所表现 但是对于美国自己本身一些 不管是从它的一些原油固存也好 从年初以来 它是一种大幅增加的 换句话说 其实在过去 其实对于这种米固存 已经开始去做一个实现的状况 所以说这一部分的未来 我相信 那么其实它起到的一个支撑 应该就是在于OPEC加门的 那种减车的速度 过去预期 才会有可能会提到这样的情形 但是呢 随着整个的一个就业市场 对于原油呢 我相信未来整个的一个消费力呢 会进入固定 可能产生一种平安的状况 最重要的是 我相信其实除了贵金属之外 原油之外 更重要就是我们现在短期又看到了 从白银啊 又到了这个农产品的部分 那么不管是这种黄豆米小麦 好像有点蠢蠢欲动 那么这时候弱势的一种美元 相信对于整个美元出 如果在这个时候要做这种降息的一种 那么似乎好像又推动了整个通胀 又回到这个美国自己的本身 所以说这种环环相扣的状况 已经开始纷扰了全球的流动性 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 那么不管是美 那么在管制要降下 或是要拖到今年9月 不管是从阴升还是歌升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美联储他已经看不懂 现在的一种情况 那我们就去想 到底市场的应召路 以及对于整个经济呢 发展的一个前景股价 或者是整个的一个美联储 他关心是在于消费者物价 指数的一部分 而这种完全不匹配的状况 那就变成市场的风险所在 所以投资者运用这样的一种形状化 那我们就去看 若是美元 他整个买力对内部的一些不足 那么对于美企来讲 他的压力会增强 而指数通高的一个范围 可能就是在于维系了 那么不管是组合管理的一种成本的一种 对于支付的贡献 那么财富效益的往后 将会是美股最大的风险出来 很有意思 不管是嬴声也好 歌声也罢 感觉美联储现在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下一步 可能要走哪一步了 所以最终可能还是要 有时间来给我们答案 那么看来了 这个美国方面的经济数据 再来看一下中国方面的经济数据 看到内地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是增长6.7% 超出预期值 那么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素 来支撑了工业的亮眼数据呢 另外同学也看到 内地的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 同比是增长了2.3% 那么适逢这个电商的618促销大捷 又要即将来临了 那么市场的投资思路 又该如何来转变呢 好的 我们可以从这整个一个归上企业 它的一个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6.7% 来看 那么甚至于环比的部分 它也提高了2.2%左右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企业去库存的一些状况呢 其实可以说得出来是非常良好 如果我们更去细项的去拆分的话 其实从私营也好 其实它增加的幅度 也有大概6.3%左右 那么是大于这种 国营国企的一种部分的一种增数 那换句话说的话 从采购经营指数里面 它的一些不管是什么新订单也好 以及新所有订单也好 它的这种中小型 它的一种表现呢 应该是优移的大型一种情况 那么显见的 其实已经反映出了 中小型企业呢 它的一种累库啊 以及开始这种效益啊 已经开始慢慢要去体现了 那我们可以从国营市营两者之间 去区分 看得出来 整个一个上游环节的一些资源品 那么开始去慢慢带动产业链的一些 那么利润呢 已经开始慢慢有下沉的作用 而这种往中下游去下沉的作用 其实已经开始的话 那么下游的空间去变大了 当然从外贸的角度 更重要 是不是让美国前期的一种需求 补负的一种强劲 而造就的一些情况 而目前呢 当然补负的情况 可能会比较短一点点 但是在全球的生产 采购经营指数呢 其实它还是主要是属于高位的状况 但是我们主要看的话 可能在于新兴市场国家 拉新的好 那么或是印度 一些幅度以及表现的 相对来讲是优于预期 那么换句话说 在全球供应链这种拉扯的现象 可能用过去的直接 对于中美之间的一些运输 那么或是一些产品 可能会转到了中国到新兴国家 再到美国这种转口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变成原材料以及对于需求品 那么其实可能跟过去的状况 有点不同 它不会直接显现在 整个中美之间的一些贸易的情况 那么随着整个 我的一些经济的 还是有更着陆的可能性 所以未来整个贸易现象 它就开始会存在分化了 这种分化的状况 那么就变成主要大家判断 如果我们从整个消费来 当然4月的社民 那么一个零售它感觉有一点放繁 但是我们可以从核选的一些部分来看 市场还是有价量进行 尤其是目前我们看 增足的贸易 其实的话也会带动一些 一些产品 开始慢慢去升温 当然更重要的是 这种地域的升温 那么无限中有可能会 可以到消费者物价支出的概率 从这样的概率提升的话 那么大概有一个大一项 对于内需的情况 就会慢慢的升温 而从此的国家 消费者物价支出的 判断整个内地 那么消费 对于未来的方向 其实大家最近这个茶余饭后 讨论的最多的一个话题 就要说是这个内地的房地产行业了 是不是有了一个复苏的迹象了呢 所以也想请教您 我们也是看到这个杭州 收购商品房 做公共租赁住房的政策 是出台了 这也引发了市场 对于地产收储政策的一个热议 那么这对于未来的 内地的房地产行业与经济走势 您觉得到底会产生一个 怎样的影响 而回顾到历史来看 其实美国 日本 其实也都有过 这个地产去库存的一个经验 那么投资者可以从中 得到哪一些的启示呢 好的 我们可以从这整个 杭州地产新政来看 当然它是以整栋的一个单位 那么去收购 来做这种刚需型的一种商品 那么改建成这种保障房的一种形式 其实这样一种形式 其实有相似的政策 从1月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不管是从央行 其实曾经批付了 大概1000亿元左右的一个 那么对于住房租赁的一种团体 这种购房的一些单位 那么作为整个试点的一些状况 那么从这样一种试点的状况 购买商品 然后再做长租房 那么甚至于从3月以来 其实我们可以从将出一些骗须 那么实施了就换新一些政策 也包括地方国资这些平台 其实开始去牵手去收购 整个存量房的一些情况 那么甚至于从二手房的一些状况 开始去做这种形式 当然售房的状况可以用来去 整个的一个受房所得 就可以用来去购买新房的状况 去减少整个二手房的一些存量的部分 以刺激居民去做自换的一些需求 但是我们可以去看这一次杭州 其实它从一手房下手 那么换句话说 直接去付的一个力量 其实它是一个有效的 那么也意味着 以后会在于一手房之间 其实它就是这种并境的状况 那么显见的 对于这样的一种并存的状况 未来这种长期有效的力量 就会开出一个家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于 可能是从央行 它设立了整个3000亿的 一种保障房的一个住房贷款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搜索 其实已经慢慢得到的一些 中央的支持 那么换句话说 中央的政策 以及在于资金的一种 两者合并之后 那么对于对比整个地方化债 以及对于地震的收索之下 其实中央已经担负 其中央杠杆的一种责任 那么显见的目前整个 不管是居民一些贷款 或者是一些 那么金融机构 都开始慢慢去往中央去泡沫 当然从海外地产去顾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从08年次贷风暴的时候 那么从去购买两份 每年出去购买两份的一些部分 那么也包括了 不管是日本 那么过去的一些提到了 那么不管是公营制度 其实都是有这种国家去补贴的一些椅子 那么也可以给予我们政策去做一些借鉴 当然伴随着 不管是开放限购 以及设立白名单的一些等等的一些方式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运营一部分慢慢的细化之后 整个的一个释放去过程的信仿 一直在存在 当然就变成整个更利于区民 来作为一个价格预期管理 产生一种良性群伏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的是 当政策落地之后 它会有施行时间 但是二级市场通常来讲表现比较快 所以说两者之间还是要有匹配的状况 那么投资者还是要 看到政策之后 也要看一下 二级市场的价格 是否已经有领先反应了 而不要去盲目地去看到政策 然后去追逐二级市场 而忘记了价格高点和忽略的风险 而这两者的匹配度 它是一种长期性的发展 但是短期的市场 是在注意一些风险的所在 那么最后还想跟你来探讨一下 国债这个话题 2024年首支400亿元的 30年期特别国债招标是首发 也打响了一个超长期国债发行的头炮 那么这会如何来影响到 未来的一个投资思路呢 在股市方面 市场呈现了一个反弹的态势 股债之间的这种关系 您觉得投资者是可以如何来理解 那么本周这个反弹行情 您觉得是否还能继续延续呢 好 我们可以从第一轮的这个特别国债 已经开始去首发落地了 那么当然这个话 这个特别国债 它是不列入国家的财政赤字里面 那么这一次分做 20年 30年 50年都有 那么达到一些万亿的规模 当然从低利的一些环境的话 那么一定程度 其实它可以去缓解一些资金方 那么从这样一种更另外一种情况 就可以更丰富整个国债的一些产品 所以说呢 其实它还是发挥了整个经济稳定器的共有 更意味着 其实对于整个地方债务呢 它有办法在未来更优化的一些调整 那我们进行过去 其实这种发展的一种力量 大概有三次 其中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从98年啊 07年好 20年 其实它都是会对宏观经济呢 才能一定到一个贡献支撑的力度 那我们就以20年为例吧 那么20年所发现 这种万一特别国债 主要是在于 不管是从复工生产也好 那么最多呢 整个一个中国GDP呢 也产生一种 实现一种正增长 跟全球来讲这种负增长 其实有明显的一种差距性 那么尽管呢 其实对于整个一个发展的一种情况 那么可以看到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会不会去对冲整个短期的一些流动性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 其实我们可以从 不管是从央行 或者一些官媒啊 甚至于一季度的一些财政 一些政策报告里面 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也都提到了 央行可以通过二级市场 来购买这个国债的部分 显见的这可能是未来 另外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利用 那么当然对于市场部分 就是一个直接的影响性 相对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上个周的一个走势 那么就感觉是这种 富强深弱的一种感觉 那么当然就是属于这种板块上 更明显的就是在于 不管是从各式地产的一些放松 特别国债的作用 产链基建等等的一些环节呢 它都开始有所释放 而带动一种强势的状况 当然对于本周来讲的话 我相信这种北上资金的踊跃 以及对于整个政策的发效率 其实它还有可能会去做体现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个问题 一个叫做内需 一个叫做新的科技 其实这两者之间 都产生一种新互动的状况 而从这个借鉴新加坡A50的 一些指数发展也好 从外围来看内地的一些市场 其实他们起到的一些力量 还是存在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围绕的 已经上涨的板块 它会不会有一种 从板块之中去产生一种 发散效力 对于各种链的一种连接 而作为公司水平 以及联动的参考 我相信这是一个 本周的主要事 好的 非常感谢 三宁杨博光先生 今天被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 那么这一时段的财经点评 也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